今天我很想请教一件事情 因为保轮功是没有组织 而且没有实体的 你没有看到一个像慈祭啊 像火光山啊 像什么 像有church或者说有教会 都有一个实体的东西来里面活动 而且我们很多的在传统宗教里面 也是大家去投内钱 去奉献一个砖一个瓦来盖一个庙 好像这个实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我们看到法轮功是没有这些所有的东西的 你们好像也不需要奉献 你们有在奉献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对法轮功不太了解 那居然你们有这么大的力量 你看你愿意为了为了这个东西 为了这件事情 受到这样大的 这样的 这个是信仰的力量 是 台湾我打个比方啊 台湾的很多的学校 像东海大学 东海大学能够成立一个这么样的大学 是美国的天主教徒 美国那乡下的教堂 大家来捐一块两块钱捐献 这个是一个在信仰上面来奉献力量的事情 那就法轮功的而言 像刚刚讲的新唐人电台 那个是法轮功的学员出来经营的 不是法轮功的组织去经营的 是法轮功的学员出来来经营的 为了这个真相的电视台出来经营的 那能够这样子做出这样的电视台 有很多学员他是用他自己的时间 每一个人用他自己的时间来出来努力 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 没有实体的这样一个宗教组织 你看我们台湾 庙盖着一大堆所有的地方都是庙 对不对 但是他们参与社会的部分 反而没有那么大的 像实际说是有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刚刚有一位女士问到说 对于中共这个政权怎么样 其实我们对于中共政权会不会倒台 我们没有兴趣 中共会不会倒台 我们要让他倒台 我们完全没有兴趣 说我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目的是为了让他倒台 完全没有 他是不是倒台 那是由他自己来决定 可是我们最主要的是 针对的是 在中国的法文工的学员 还有其他中国的百姓 必须要有信仰的自由 这个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件事情 你看那个电影片里面的聚焦 完全是针对这件事情 包括我自己在内 最关切的也是这件事情 就是说人不可以因为信仰而受到迫害 这个是我们关注的这件事情 那至于说一个政权 他因为老百姓有太多的人有这样子信仰 他觉得他控制不了这个社会 他去镇压这个信仰的团体 最后他自己导致他自己政权的败亡 那是他自己政权 他自己让自己败亡 我们的目标不是让他败亡 我们的目标是要争取 要让大家都知道 那个信仰 法轮功是一个正当的信仰 法轮功的学员必须要有信仰的自由 这个是法轮功的学员所说 所要现在法轮功的学员在讲真相的目的是为了这个 我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共产党败亡 那个我们不关心 我们不关心 我主要想问的就是我感觉到法轮功的学员 他们这个参与的力量是很大的 比例是很高的 我常常看到法轮功的这些人就坐在一些景点 那些人是来来回回的 是几乎感觉到是好像 我打个比方 我想他们的心情跟我一样 这是一个救人的事情 我们是要救人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力量使我们要去这样做 那你们的经济来源呢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你这样搬这些东西 或者说你们要去参加很多的活动 因为我从很像比如说2002年我也到了南非 那个世界高峰会去 那边就有非常多的法轮功的人 而且是从别的国家过去 我有很多的钱 可是我知道我亲人里面就有一位 就是法轮功的人 他告诉我 是制肥的 都是自己 自己 你看到的景点里面摆出来的展板 都是制肥的 就是自己 其实 那个做景点的展板的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我们台湾的人的经济状况来讲 其实花费的并不过 法轮功的学员都很节省 当然都是一般人 可是因为信仰的关系 他愿意把他在 比如说去出国去玩 你刚刚讲的出国去玩 我来去 那是一点 另外像比如说像经营媒体 我们都知道 经营媒体是很贵的东西 你要讲 你要有那么多的记者 你需要有那么多的那个工作人员 至少像比如说行政人员 我想我们 我们立法师 一个办公室都几个块位置不下去 怎么别置得下去 具体的怎么样 我并不太清楚 我并不太清楚 不过 如果是 你真正的在一个信仰的基础上面 刚刚你有一个救人的愿望上面来做的话 我们说 我们说一个媒体或什么的 里面的成员 大家是齐心协力 所需要的真正的经费 是不是比一个 我们讲的比较极端 比一个比较完全松散的 没有目标 大家只是想来赚钱的一个 是不是要花比较少的钱 很多的学员他是 他是拿一个很比较起码的薪水 他们也是知心的 也是知心的 那媒体也有广告收入 在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辛苦 那现在都比较正常 那现在都比较正常 现在都比较正常 嗯 好 就算你想 嗯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